掌握財經市場脈動 找到成功致富關鍵 歡迎收聽投資理財王 分析師精準的眼光 帶你縱橫股海投資好股票 讓您輕鬆成為股市長勝君 致富關鍵就在理財 本節目由News98與理財周刊 共同直播 輪源 顏毅民 急如風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穩操勝券 輪源投顧顏毅民首席分析師 主角 109年金管投顧新字帝010號 好的 歡迎聽朋友持續收聽的是 我們每天下午3點的投資理財王 我是奇珍問候大家 台股今天持續的又上漲了56點 指數來到了17,140點 成交量部分持續的放大 來到了3,764億 很讚 細節上如何來觀察 大家有沒有好好的把握呢 邀請到的就是我們論言投顧 首席分析師 顏毅民老師 老師你好 又是酒吧親愛的投資們大家好 我是論言投顧首席分析師 顏毅民顏毅老師 那很高興的今天的一個大盤 又反映到美股的一個上漲 那今天的話上漲56點的話 延續昨天大漲了168點 兩天總共大漲了220點 那檯面上面要請你留意啊 昨天的外資是由賣方轉為買方 買超了56億 這個地方的話 外資你要去留意 它有沒有回頭來做出個加碼的一個動作 因為近期而言的話 八大公股行物幾乎都是站在所謂的買超的一個部分 迫使所謂的外資啊 它進行所謂的回補 所以說昨天的一個所謂的外資的一個動作 已經由賣方轉買方了 今天的話我認為 外資在這個地方 應該不至於說進行所謂的大幅的一個賣超 那今天的成交量在3764億啊 大於昨天我們所看到的3327億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有呈現什麼 有呈現所謂的補量上工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大盤的一個加權指數跟大家解答 結束了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周KT的部分目前為止 它是屬於一個稍微震盪整理 但是以常見的一個趨勢 以月KT而言的話 本月份的話 很有可能會突破所謂的前高的一個位置區 那突破前高代表說大家都可以賺得到錢 突破前高只要你敢買的 買對股票找對人的 應該都有辦法大賺 那我們先來聊一下現在投資人的一個心態 連續兩天大漲 那投資人信心上面應該已經恢復很多了 那今天最強的就是所謂的AI概念股 那今天的話漲停板加速29加 但是你去看一下AI概念股裡面 有三檔股票漲停板 這三檔股票都是目前為止啊 台股裡面多頭的一個所謂的指標性質的股票 第一檔股票是智源 智源今天上漲22塊5毛錢 股價來到創破端新高 那最有指標性質的股票應該是3231的這個偽創 偽創今天表現的話也是直接 鎖在漲停板股價已經占上105塊錢了 那不管是偽創也好 智源也好 目前為止的話 都是呈現所謂的多頭的排列 那目前為止的話 偽創上漲的幅度上面是比較大 因為的話 它的股價大概從低檔區大概30塊錢 目前為止已經翻3倍 股價已經上漲了3倍 那智源的股價其實從155塊錢 大漲到今天的一個創新高250塊錢 那股價也呈現所謂的倍數翻 那第三檔股票就是今天 強勢整理結束之後 今天開始補量上工 集團內股裡面的2356的營業大 營業大 如果說你的資金不會比較大的 那你又喜歡長線來操作的話 包含智源 偽創跟營業大的部分的話 這三檔股票你拉回的部分 都可以站在所謂的買方 甚至2382的 這個股價叫廣達 廣達的股本高達了300多億 那今天的股價是出現所謂的 代量上工 今天的話成交量放大到10萬張 那以長線而言的話 目前為止短線上面可能會回檔修正 但是以長線而言的話 這些股票在未來都會上漲 那今天有個消息裡面指出來 特斯拉目前為止交車 它所交那個乘車的部分 目前為止市場裡面的一個數據出來 它是屬於暴衝了 那為什麼說特斯拉目前為止的話 你所看到的它的所謂的交車量 是屬於暴衝 就是說它的所謂的車價部分 修正的幅度非常大 可能的話超過接近20萬的台幣附近 那所以說造成它的成交量 它所賣的車子的部分的話 其實對市場上面 這些所謂的供應鏈的部分 幫助性會很大 那其實台股近期的話 你會發現自營商都在買 我個人認為的話 受水的ETF除息 即將要來臨的話 這個地方影響性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說自營商的話 它是兩個字來形容 叫做少貨對不對 今天很奇怪 今天的話這個花旗 做了一個動作 花旗把長榮跟陽明 平等進行水的升級 我常常說這個外資是馬後炮 但股價上去之後的話 它就開始調升平等了 但是今天的一個長榮也好 陽明也好 萬海也好的話 這個三檔股價 今天的股價 你要請留意的 那落後補漲的陽明 當然今天還是續強 今天還是拉到漲停板 對不對 但是長榮的股價開始開高走低了 代表在這個地方 短線上面 可能有所謂的賣壓 那萬海的部分 早上開的幾乎半根以上漲停板 尾盤的話是下跌1.6元 也就航運類股的一個族群 然後目前為止還在整理 只是說近期你去做 你可能是賺得到錢 那可是之前套牢的這些 所謂的賣壓 還是會出現在所謂的檯面上面 那之前跟大家提醒的 台股的一個行情 先蹲後噴 我的辦法上面沒有改變 那7月份8月份到9月份的操作 其實就是台股裡面 我認為是最好操作的 最好操作的部分 那投資人你一定要好的把握 那當然今天的話 我們漲停板的家屬有兩家 一共的話有三級會員的話 老師必須在這邊 還是要恭喜我們的會員家族 因為我們的會員家族 都有個特點 非常的有耐心 而且都遵照袁老師的紀律 我們來操作 那老師這邊要恭喜我們的單股會員 恭喜我們的尊榮會員 也要恭喜我們的清代會員 兩檔股票 都是創破斷新高 兩檔股票 在今天的話 在簡訊裡面的話 其實老師都有提醒大家 該怎麼樣來動作 那現在就是由我們美麗七 珍珍小姐來幫她宣布 這兩棟簡訊的一個內容 把時間交給我們的旗珍 好真的是超級恭喜的 好首先呢 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老師單股還有尊榮 還有清代的家族朋友 哇這檔股票呢 是昨天已經漲停 今天再漲停 就是網通股的重企 2419重企 恭賀狂賀 在中午12點23分的時候 漲停是上漲了3點5元 連續的亮燈漲停 持股老實說要報勞 大波段的操作 祝大家週二愉快 紀律操作即可 那麼另外一檔漲停板 恭喜的股票就是 也是單股 尊榮還有清代的朋友 在早上9點20分 哇好開心的 就狂賀精彩 3374的精彩 是上漲了13元 亮燈漲停板 漲停呢 鎖6000張以上 老實也是提醒大家 持股虛報即可 要賣會通知 也很開心 祝大家週二愉快 這樣 恭喜恭喜 謝謝阿欣 當然重企的部分 在昨天創新高漲停板 很多的投資人注意到 那也有很多的一些會員 跟顏老師反映說 老師這個重企漲上去 要不要賣 那其實我在簡訊裡面 都有跟大家講 這個紀律操作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一個重企 尾盤 這個漲停板的加速 突然暴增到所謂的3萬張 代表說大家還是看好 所謂的AI跟所謂的網通的一個族群 那重企的一個操作 目前為止 以上面上面來看的話 最少獲利超過20% 那如果要賣的話 顏老師會用簡訊的方式 來通知我們的會員家族 那第二通簡訊的話 請你留意一下 它是3374的精彩 那早上是開D的 所有的投資人 都可以去做出一個買進 甚至布局的一個動作 那甚至說你這樣 股票做短線的一個當中交易 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的成交量 大概維持在2萬4千張 那今天漲停板鎖了11萬張 那這張股票請你注意 目前為止的話 週KD 週限 它正在突破 股價之前從210塊錢 修正大概不到100塊錢 所以說這個中間的一個修正 正當整理的時間非常長 代表說這張股票 它的籌碼面 它是非常的乾淨 就以所謂的產業別來講 它是做所謂的封裝服務 今年的封裝跟以往的封裝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今年的封裝 它可能在電動車 還有AI的部分 它必須要做高端的一個封裝 那當然這個除了台灣的廠商以外 很少人能夠做到 所謂的高端的一個封裝測試的一個服務 我們國內的一個大廠包含這個日夜光 包含所謂精彩 對於所謂的封裝測試的部分 我相信這個良率上面都是非常的高 那精彩這張股票 它的所謂的股價净值比大概還不到5倍 那目前為止毛利率28% 盈利率20% 那目前為止現金股利3塊錢 都是符合大家的一個預期 但是請你去留意一下 近期而言的話 當然投信買的比較多 那未來外資會不會一樣站在所謂的買方 那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當然股票是有買有賣的 那老師也是會遵循我們的操作的一個邏輯 今天是7月4號禮拜二 在早上9點28分的時候 我們有調節賣出去一檔股票 那是我們的特別會員的 那這檔股票 那六開頭六結尾的 那我們定價在129塊錢上下三檔賣出 那我們也做到一個獲利7%以上 那我們把這個錢來做出個回收 那也感謝我們的特別會員 能夠按照老師的一個指令 那我們紀律的來做出一個所謂的操作 那未來的話老師準備就是說 會找到更好更強的股票 那我也希望說能夠在我們的 News98的一個電台裡面 能夠跟大家來分享 所以說我今天特別準備了一份 非常非常機密的一個資料 那裡面的話一加一 只有兩檔股票 第一檔股票你拿到資料 你看得到裡面的基本面跟基礎面 跟誰的未來性 我們的團隊都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第二檔股票的話如果你要操作的話 你就必須要跟我們處理 稍微的要講一下 那我就希望說大家操作股票 第一個能夠選在底部噴出的股票 第二個你能夠找到長期持有的 價差價波段操作的 第三個我希望你操作的股票是全新的股票 全新的舊的股票可能它在短線上面賣壓比較大 那我希望說投資本你就不要去操作 我們這邊有全新的7月最強的 強標的一個股王 那我們在今天會開放給大家進來索取 那也請大家能夠共襄盛舉一下 那今天台面上面還有強勢的股票 就包含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 每天跟大家講的那就是所謂的三商店 華新光 泰茂五 跟所謂的精彩 那當然三商店的部分今天還是非常強勢 強到大家都不敢買了 因為昨天已經在上波段新高了 今天還是一樣 那漲停板甚至鎖了33000張 非常好的一個數字 那4979的華新光 那昨天的話17000張鎖漲停 今天的話成交量來到36000張 一樣鎖漲停 而且漲停板還有13000張 他是買不到的 但是這種股票我要提醒大家 他的股價 40塊錢的話已經翻了幾乎三倍了 那這個地方其實的話有賺的 你都可以稍微的調節一下 老實常常講的 股票操作其實是有風險的 如果說我們認為說 我們大概是買在40塊50塊錢的中間 股價已經翻了兩倍三倍的話 這個地方逢高的話 可以稍微的自己的去做出一個 賣出的一個動作 至於說第三檔股票 它是2233的泰銘 那其實這檔股票的話 我認為 它的股價的一個行進 行進的一個價位的話 大概從90塊錢 目前為止的話 大概只有漲4成 那其實漲4成的股票 在目前為止的台股裡面來看的話 它不是很多啦 那這個股票你反而可以利用拉回找買點 所以說我們對於股票的一個操作這個節奏 其實我們都非常能夠去掌握這個細節 但是如果說你的張數買的比較多的泰銘的話 顏老師還是建議說 你可以去做出 一個賣出的一個動作 那至於說3374的精彩 如果說你看了一種技術分析的話 你應該會買在三線 這個均線 三線糾結的地方 也就是6月7號 6月7號的話 這個精彩 從之前的潛伏底 開始進行所謂的補量上工 這是一個最佳的一個買點 那股價的話來到6月12號 創立一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其實這個五天裡面 它的股價就是從所謂的起漲點 一直到創新高 然後後面是經過所謂的橫盤整理 我說過有時候標股的話 它就必須要做出一個震盪洗盤 甚至拉回的一個動作 但是精彩的部分是沒有 它是走向所謂的橫盤整理 在今天它的成交量 放大到2萬4千張的話 馬上就出現所謂的量價奇揚 量價奇揚的這個股票 其實我對於它的未來性的話 是非常非常看好 但是也請投資們 不要去做出任何一個追價的動作 因為我們的廣播節目的話 按照我們這個政府 法定的一個所謂的限制的話 我們不會去對於非會員族群的部分 來進行所謂的勸誘 所以說本節目的話 這個廣播節目就請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投資人近期的話 可能在陽明萬海長榮的操作 短線操作應該可以賺得到錢 但是還是有一批之前套牢的投資人 但是顏老師還是建議大家 有時候股票操作要稍微的有耐心 就像顏老師之前提醒大家 這個大盤它是屬於一個先蹲後噴 那果然這個兩天大漲220點 這個股價就直接噴出來了 但是我還是要回歸在所謂的個股表現 個股表現 比如說這個2059的川湖 那股價在昨天創新高今天小拉回 但是它有沒有影響到所謂的股價的一個行徑 我認為目前為止還是沒有 甚至說我們看到設備類3583的星雲 今天的話亮晨漲停板上漲45塊錢 那也上漲了 上漲的幅度也是非常大 漲停板也是鎖了6800張 那有一檔股票請大家注意到 那可以拿代號稍微抄一下 2402的一家 一家今天成交量放大到4萬10千張 那漲停板鎖了6萬9千張 其實一家的股價經過兩波的一個上攻 那今天的話是屬於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 所謂的代量上攻 但是我們還是會去看它的週KD 跟月KD的一個表現 目前為止多頭格局是沒有改變 但是這檔股票我認為說你要操作的話 應該是要等拉回早買點 這個顏老師非常堅持 那當然有人問說 老師這個最近有沒有 這個未來會轉強的股票 其實你可以注意到光學鏡頭 因為今天的一個大力光 今天竟然大漲了105塊 股價的話這個大漲105塊錢 上漲了接近5% 這個本來股價都不會動的 那突然之間它動的話就代表說 蘋果的一個拉貨潮跟備貨潮 未來有機會成型 甚至24542聯發科 它在所謂的除完全息 79塊錢之後 這股價一次都沒有反應 那今天的話雖然說 有小小反應 大概是上漲9塊錢 這個都是之前沒有漲到 可能未來是有機會大漲的 那跟大家談一下 遊戲幹線股的話 目前為止都在所謂的休息 因為之前漲太快了 漲太猛了 包含這個大雨汁跟Oh my God 都是進行所謂的回檔修正 那未來有機會 顏老師也會做第二次的一個進場佈局 跟大家這邊先行的預告一下 那當然今天的話非常重要的一個消息 那顏老師準備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資料 叫7月份最強強標的一個所謂的標王的一檔股票 我先簡略的來說明一下這檔股票 第一個它毛利率28% 本益比19倍 股價進值比只有3倍 現金股率3塊錢 最重要的是它在5月份的營收 它是屬於月增的 代表說第二季開始 它的一個營收的部分 有機會從股底開始翻養 那我們操作這個股票 我們要看技術分析 日線黃金交叉往上 但是顏老師不希望大家去追 我認為拉回的時候 你是有機會上策 股價在未來有機會持續的創高 甚至說它倍數翻 好記得 第二季開始到第三季到 年底的話 它是屬於旺季效益 未來的話如果說籌碼面 大物中食物喜歡的話 那有機會會成為 未來的超級大黑馬 老師特別強調是超級大黑馬 不是大黑馬而已 是超級 那今天的話 你要這邊資料的 麻煩就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的研究團隊 來做出一個諮詢就可以了 那我也是希望大家 在外的操作裡面 持股要集中 直接中壓 持股的話最好是三檔以內 那老師的股票 2419的重期 去昨天亮燈漲停板 今天 再度的亮燈漲停板 再度的再創波段新高 好厲害 也三級會員 有買的都大賺 那337次的精彩 今天上漲13塊 也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下一支全新的一個標股 那炎老師也邀請大家 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你先賺 那一定要賺到 先賺再說 那老師今天 今天也會釋出最大最大誠意 你記得 第二份最強最標的一檔股票 這檔 重要資料 今天一定要來電 來索取 把時間交給我們的七真 好的 謝謝老師 好這個七八九月 老師說那是最好操作的一段行情 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的跟上 好好的把握 而且呢 會跟之前的股票喔 都不同喔 是全新的好股喔 歡迎聽到朋友 想要知道的 利用稍後的資訊 老師也要分享喔 新的標股 七月最強的強標股王喔 好友一加一喔 一定要拿到囉 還有今天呢 真的是超級恭喜的喔 這個2419的重期 再速的所掌庭 還有呢 3374的精彩 我們都繼續賺下去喔 記得會員朋友 就聽從老師的這個建議參考囉 使用關係分享 進行到這裡 再次感謝論院投顧 首席分析師 岩一鳴老師 感謝您 謝謝大家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好的 聽眾朋友 記得囉 今天的岩老師提供最大的誠意喔 而且呢 分享了這兩檔股票喔 就是呢 七月最強的強標股王 一定要拿到 不然絕對會後悔喔 歡迎您可以來電 0223219933 0223219933 好 不管是第一檔 或者是第二檔喔 想要操作的話呢 欸 都可以呢 好好的這個來諮詢一下囉 那麼當然 今天呢 這個2419的重期 已經連續第二根漲停了 而精彩 3374的精彩呢 也漂亮漲停了 大家下一檔 哇 一定要跟上 好 那麼聽眾朋友 老師呢 今天也分享了這個超開心的大活動給大家喔 就是希望呢 大家一定要賺到錢喔 先賺再說 開放VIP的單股會員喔 只收一個月的服務費 會期會到明年二月喔 時間非常的長喔 好 老師呢 盡心盡力的幫大家來做服務喔 開放前十名喔 專線的服務 一年一次的好機會 記得一定要把握喔 0223219933 23219933 謝謝大家 祝大家順利賺大錢 股票支支漲停板 本公司以往直擊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